高雄舉辦大型演唱會大港K唱 現場人潮汹湧 但防疫措施可沒好好遵守 有人口罩戴一半 甚至整個拿下來 吃東西也沒有在規定地方 難怪會有家長不平衡 再臉書抱怨 家長為自己的女兒抱屈 認為人數眾多的演唱會照常舉行 但停辦的反而是台下 只有評審的音樂比賽 希望改延期 但還是確定終止 學生甚至只能放棄讀音樂班 讓家長忍不住大嘆 但真的停得很冤枉 政府防疫IP太雙標 網友也嘲諷 人家唱的是台灣價值 怎麼可以停辦 大港裡面的都能投票 你女兒有投票權嗎 絕情大型集會怎麼能動 雙標檔日常 畢竟先前HBL總決賽 衛福部長陳時中也受邀開球 總統蔡英文 更親自頒發冠軍獎盃 規模更大 選手兼零距離的賽事都能舉行 學生的升學音樂比賽 卻連延半都被拒絕 這讓家長如何接受 以防疫為由 停辦學生競賽 但顯然還有更大的防疫破口 蔡政府卻視而不見 恐怕很難讓家長和學生 不懷疑防疫 每雙標 記者謝文 相訊過好